修明典 你明典下降 你只要五轮前开 就有神通 开祭轮就有神通 开密轮也有神通 开这个心轮也有神通 开这个喉轮也会产生神通 这里面就是五通 五种通都在这里 这边 这个 一般来讲起来 有五种通 我们有五轮 他五种神通都在这里面 五种神通都在 你要证得神通 有 会有艳象出来 会有艳象出来 所以师尊只要看照片 你哪这个人的照片哪来给我看 我马上知道这个人怎么样 他过去是什么 现在是什么 未来是什么 可以看出来 他将来会到哪里都可以看得出来 看人也可以看得出来 一看人 我们就知道他身体有什么病 一看人 就知道他过去做了什么事情 你不用开口 你站在我面前 你不用开口 我一看你我就知道 马上 马上就知道 那个是可以验 可以验出来 中国的这个神术 这个 上庭 向法 这个在额头这边 是看你的 这个青年 年轻的时候 跟你的童年 在笔头 跟眉毛之间 是看你的中年 从笔头 到下把 看你的这个晚年 看你的晚年 这边太销售的 没有贵人 那这边 你的不算 这你的算法又不一样 这下把有奴府宫 这里就是奴府宫 笔头 就是财免宫 你有多少钱 看你的笔头 就知道了 这也是财免 看你的嘴巴 你有没有 能够 重财 看你的嘴巴 就知道了 你的嘴巴 这边很长 横财就多 看你有没有桃花 看你的 两个眼睛的尾巴 就知道了 那边是桃花 眼睛的尾巴是桃花 看你的兄弟 你有几个兄弟 看你的眉毛 就知道了 兄弟姐妹有多少 看你的眉毛 就知道了 看你聪明不聪明 看你的眼睛 就知道了 你到底能不能长寿 你有没有福路 看你的耳朵就知道了 看你身体健不健康 看你的脸色 看你的脸色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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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大家 他 鬼伯的脸色 永远都是红润的 因为他去闻那腮红 他去闻腮红 在巴西 壁之意闻那腮红 脸色都是红润的 人家问他 你为什么脸那么红啊 他说我修来的 是修来的没错 这一针一针这样子慢慢修 修出来的 纹腮红 就算他生病了 他的这个两个 猴子屁股还是红的 好啦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阿玛丽本贵